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5月15日 已經是星期日 今天跟大家說一節 也有很突發的消息 這兩天 我們收到內地朋友傳過來的短片 以及 相片 上面 不單止 是剪那些烏鵝 不單止是剪綠卡 最近 最近 連一些來香港 買樓的 豪客 據說 也是被人截了 不讓出境 我們要跟大家說一下 上海的朋友向我們透露 有一個上海的 有錢的人 在香港其實有買樓的 他們 計劃 把上海的錢全部搬到香港 可能 動作也不小 驚動了 這個邊防的人 當他出境 要下來香港的時候 就被人在海關截了 問他什麼事呢 他說我們去香港 我們買樓 促進經濟 他說促進經濟 買樓 你不在上海買 你不在國家裏面促進經濟 你促進香港經濟 被人噴了一面皮 之後 勸不成 索性把他的港澳通行證 剪掉 不單止港澳通行證 他的護照也剪掉 我們之前跟大家分析過 不讓中國人出境 所以 接下來很大機會 連香港也不讓 為什麼 因為他們 也不可能派人在香港的 各大的出境關口 截著大陸人 要剪他們的護照 錄卡 所以 他們由源頭做起 在大陸已經做了 這件事 我覺得 會是一個很大的啟示 啟示甚麼呢 就是 人們滿心歡喜 以為香港放鬆了 就快通關了 大陸會有大量的大陸人下來香港 買樓 消費啦 我可以告訴大家 沒有 不會 香港的樓市 最近有看地產發展商 然後有些二手買得不錯 新樓也說買了一炮二紅 他們 都說過那句話 持續說了兩年 當通關 大陸人就會瘋狂下來香港買樓 的確 他們沒有說錯 上海這次 這麽嚴厲的風控 使得很多上海人覺得我們要拿得錢 在外面才行 錢放在中國真的不安全 連上海他們也覺得沒有希望 所以 他們 打算賣了上海的東西 賣了上海的東西 我們走吧 走去哪裡 不要管了 美國好 英國好 加拿大 澳洲 五眼聯盟的地方 美加澳樓 但是有一個問題 現在 拿不到美國簽證 五眼聯盟的地方 也是要簽證 你拿簽證 讓人知道的嘛 不要緊 先去香港 先去香港 錢掉下去 慢慢再想辦法 現在 大陸政府 就是 源頭倒截 我們詳細跟大家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我們要跟大家 研究一下現在的上海 以及香港 究竟上海危急一點 還是香港危急一點呢 現在的上海 在傳消息 說在5月20日左右的時間 就會慢慢陸續解封 不過 在這個消息傳出來的時候 不夠兩天 這個消息傳了在5月初 5月5月6日 當時傳出來會陸續解封 誰知道消息傳出來之後 上海更加嚴厲 怎樣嚴厲呢 就是 直接上門捉人 很多豪宅 破門而入 大家也看到網上的影片 好像即離高訊一樣 閃靈 拿著斧頭 砍開門 你不開門 我就砍開門 你如果再吵 我就有人來捉你 這個畫面出現了之後 基本上 我們是可以跟大家說 上海 甚至乎接下來的 到處也好 中國官方所說的話 全部都不可靠 不可靠的程度是怎樣 就好像香港通關一樣 我們跟大家說了很久了 在2020年 當時的12月 每個人都說會通關 過年通關嘛 每次都說幾個月後會通關 放心吧 熬了兩個月 熬了兩個月 足足熬了兩年 我們有朋友 在這兩年 熬了兩層樓下去 當然公司運作要繼續 又不捨得收拾公司 那麼多東西 怎麼可以收拾 如果知道要熬兩年 早就收拾了公司 省了兩千萬 不好 兩層樓要兩千萬 現在兩層樓輸了 都沒有看到底 什麼時候解封 不知道 人們就說香港市面上是自由了 你就出去消費了 香港人很有錢 所以現在市面上很旺 很多餐廳做生意 每間的放題都爆發 打火鍋 放題 智作山 全部爆滿 但是問題 會不會開回大陸給你呢 這個問題就是 香港的地產商不斷售 一通關 大陸人就衝下來買樓了 如果上海這件事 不是 跟這個政治問題 的確 上海 這樣的封城方法 那些人不怕 住在上海的人 趕快賣了上海 拿錢來香港 問題 不是那麼簡單的 讓你來香港 即是讓你去美國 讓你來香港 即是讓你去新加坡 大家知不知道 新加坡 由 2000萬 波折 即是那個門檻 是現在升到1億 那個投資炎 因為大量的有錢人 說我去新加坡了 調些錢過去啦 所以這個門檻高了很多很多 為甚麼他要提高那麼多呢 因為有需求 有實際的人在做這件事 所以他覺得不行了 我要加價了 否則我會有太多人來 這個情況亦發生在香港 接下來會有大量的人帶來 想賣掉大陸的資產 覺得香港比上海還好 但是問題就是 香港是誰控制的 也是中共控制的 可以來香港 即是可以去英國 英國現在也沒有限制 連針也不用打就能進來了 口罩也不用戴 現在全球的航空公司幾乎都取消戴口罩的規定 可以不用戴了 即是說 疫症只有在中國 出現 香港其實也沒有疫症了 已經慢慢了 不過他仍然是很嚴厲 當然現在的人 一放鬆堂食就會衝刷出來 藍絲寄望李家超上台 是會放寬堂食 放寬經濟 但是你想想 誰說事啊 現在上面說事啊 為什麼 不讓人出國呢 大陸人 出國就好 少人就少了病毒 不是 出德國就是證明你有錢 你會不會叫陝西的農民 平時吃到兩元一餐的 你會不會叫他買一張機票去美國 當然是不可能 出德國也是有錢的 你有錢我給你出國做甚麼 當然是留錢在那裏 當然是不可以讓你出國 讓你來香港 跟出國有甚麼分別呢 既然讓你來香港 讓你來香港買樓 有那麼好死嗎 當然是不會啦 死了一條心 即是不會有無謂的幻想 共產黨不會的 好像澳門一樣 早幾個月跟澳門的朋友說 你們真是死了一條心 你們還打算做賭場 沒有的 大陸不會再放人到澳門的 現在堅持動態清零 還有 連港澳通行證盡 接下來 不會有大陸人下來的啦 你打算有大陸人來買樓嗎 很難啊 那些香港人 傻的才會去現在買樓 全世界都打算離開中國控制 他還在香港買樓 一綁就綁你20年 你現在馬上賣出去 又要虧離任 又要罰錢 罰多少啊 很多的罰十幾個% 不是惹小的 罰這十幾個%也不重要 最大的問題是 現在沒有大陸人來接貨 大陸人自己也下不了 全部被人鎖在上面 所以 我也分析了 到時他可能通關的意思 是讓你香港人上去救深圳經濟 你香港人有很多錢 還有錢 天天要去吃放題 不要緊 上來深圳 反正深圳的那些卡拉OK餐廳都收拾了 沒有香港人嘛 不要緊 讓你來救深圳 讓你香港人來救深圳 但是反過來可以嗎 當然不行 你就上了 怎麼反過來 你香港那麼有錢 上來洗一下錢 上來大灣區買樓吧 你還打算去大陸人來香港買樓嗎 想創你的心 沒有的啦 會不會還有大陸客人來買樓嗎 沒有的啦 當然 如果他們調到錢 或者本身是香港 躲在香港 那麼他就可以繼續買 問題 其實 在香港買樓也是傻的 離開了香港的錢才是自己的 香港也是被共產黨控制的 我可以告訴大家 大陸有錢人 徹底認清楚 這個共產黨跟1949年的共產黨是同一個共產黨 這個共產黨 跟當時50年代公司合營 充公上海資本家 充公了所有 地產 充公了他們的民房 連造屋也充公了 同一群人來的 大家不要傻了 是不是 所以 有樓在香港的 在大陸就趕快賣 你們現在不賣 將來沒有機會賣 我不是說笑的 不是恐嚇你們的 將來你們想賣 很難啦 苦口婆心說了兩年 叫大家賣樓 很多人說要放盤 教你怎麼放盤 教你怎麼做 還有很多人說要先賺兩年錢 找到兩年錢 玩完了 你的錢 說真的 還在香港 不是你的 隨時 會被人拿走 你當我們危言聳聽 將來 你一無所有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 這節先說到這裏吧 拜拜